大家好,我是半瓶醋 今天我想要来聊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19岁的年轻美军下士比利·林恩 在伊拉克服役期间碰到一场遭遇战 这场战争的片段刚好被拍摄下来 因此比利·林恩在美国一举成为受捧的英雄 林恩与同小队的成员 或要回美国参加一场感恩节美式足球公开赛的中场表演 在前往表演的过程当中 战场与家中的回忆 与球场内的遭遇交织上演 也许是因为人生经验 林恩的电影总是在传达一些华人圈的男生们都很熟悉的苦痛 父权观念下的压力 威严的控制 自己不想要的期许 小人物的忍耐 与微弱的抵抗 他一次又一次的 用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故事背景 述说着同样的主旨 看迪安的电影是很沉重的 他的电影不会有夸张的运镜 灵力的剪接 或是张力十足的音乐 他只会用最傻最平时的方式 慢慢一步步的 把观众拉进一个充满压力的世界里头 不过武藏龙真的是个例外 那是一个角色本身很有人生压力 但是观众却只感受到武侠浪漫的特例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使用了回忆与现实交叉叙事的方法 交代了比利林恩的背景故事 让观众了解男主角的心路历程 他是一个典型李安作品的主角 不爱说话 脑筋也不算特别灵活 从不会特意表现出自己的情绪 生活在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家里 家里头的父权压力 沉重的令人窒息 而从军生活也不比家中生活好上多少 驻扎在站定的生活充满了紧张 无论是在市场当中巡逻时 被异族包围的恐惧 或是搜查民居时 对方眼中流露出来的憎恨 就算回到美国本土 疯狂发问的记者 向往当真男人的职业球员们 嘲笑他们的球场观众 乃至于意图沾光推销自己事业的生意人 都在在显示这群军人在球场的格格不入 生活在和平环境当中的平民们 不断地用各种烟火爆破刺激自己的五官 然而在比利林恩的感官当中 喧闹的中场表演 犹如正场一般吵杂危险 对比利林恩而言 德州的老家不好混 在中东有生命危险 球场的环境又让人神经衰弱 正可说是天涯之大 竟没有一处可容身之处 在离安的电影世界里 人生是不会有奇迹的 也不会有勇者拯救你 主角也不会在最后忽然奋起争取好结局 人生就是要继续忍耐受苦下去 对我而言 比利林恩绝对是一部好电影 这应该是今年唯一一部 让我看到流下眼泪的电影 然而当我离开电影院的时候 却希望自己能够找一些乐子 让自己不要沉浸在那个厌世的余韵当中 这部电影的音效非常的写实 之所以说它写实 是因为片中战场上的强声大作之时 我的耳朵 瞬间从电影院里头 传续回到十多年前从军时 那个设备简陋的靶场上 那个声音 跟绝地任务或是神鬼认真那种 只为让你爽的音效绝对不一样 而不断宣传的未来3D 120格4K3D的视觉效果 则是另一个李安用来把观众 拉进他的世界的新手段 但是这个世界可不像阿凡达那样充满娱乐性 它不是一部提供刺激与身上线索的电影 李安的目的并不是让观众 看到美丽的画面而心旷神移 而是试图要让观众 更进入剧情人物的处境当中 宛如游乐场当中的立体投影剧的人物构图 或是让人物正对着观众说话的主观镜头 角色们似乎近在眼前 但是却又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他们不是真人 某些时刻 这种效果营造出一种像梦境般的荒谬感 但是这种感觉又很讽刺的 像是在描写主角林恩 对自己也遭遇没有实感的处境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他变得不再只是传统的电影 而是一场李安风格的深光石镜秀 放下以往对电影的刻板印象 你会感受到更多的李安 其实我真心觉得 李安搞不好很适合拍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真人版 看看定日子跟他爸爸那扭曲的关系 要不然拍钢弹系列也是个不错的题材了 都是好题材 不试试看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